在这2006年四川的汉龙集团在哈尔滨市开发了一个楼盘 当时就在哈尔滨这个南杠区 那你看这个楼盘的名字就叫龙城一品 这件事情迅速在哈尔滨当时这个消息传开了 而且当时这个龙城一品定位也为高档小区 那你看当时这个高档小区必须得配备一个合理物业 当时哈尔滨这个物业公司包括整个黑龙江小的各个物业公司 都准备入住这龙城一品 那么你看咱们都知道 在这个安达市有这么一家兄弟 什么呢 陆氏兄弟 这陆氏兄弟主要就是做什么呢 做这个物业齐山的 那你看当时啊 这陆宝义啊 直接通过关系就找到了哈尔滨大哥满离住了 把这个事情啊 就跟满离住说 这边满离住 你看瞅了瞅 你想干这个物业啊 说对啊 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开发商认不认识 这个时候满离住说 我跟这个开发商啊 四川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的 还真有一些渊源 包括他们在这块干了个龙城一品 我这也帮了不少忙 那你看当时陆宝义一听 我这妈呀 这是好事 这边陆宝义啊 直接就跟满离住说了 说满离住 你看看你这么点 你能不能啊 给我沟通一下啊 只要我能成功入住这个龙城一品 这样我给你10%的利润 这边满二哥一看 说兄弟啊 咱们用不着这样啊 你和刘汉呢 都是我满离住的朋友 我呢办这个事情啊 就是一手托两家 把你们两个的撮合到一起 如果你们两个能合作愉快 当然了也很开心 但是你能保证啊 因为刘汉这个人呢 做事情非常严谨 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我希望你不要到时候让我难看 当时陆宝义呢 你看直接啊 就跟满离住说了 说满二哥你放心吧 我绝对啊 不能让你把这个事情难做了 我肯定啊 让你长脸就完事了 这个时候满二哥说 行那你这样 你先把资料给我 然后呢 我给你送到项目部 你先回家等信吧 等过两天刘汉来了 我再详情跟他谈一下 那你看当时陆宝义啊 把这个资料呢 就给了这个满离住的 满离住的这边 跟自己的兄弟使光泰啊 就来到我这项目部了 而此时的项目部啊 正是看龙集团总经理孙晓东 在这负责的 当时呢 你看这个满离住啊 把这个东西啊 就给了孙晓东了 孙晓东说行 满二哥 我这边呢 我了解一下了 但是沿着孙晓东啊 经过这个反复一查找 发现呢 这陆宝义这个陆一物业有限公司啊 有好多次 被这个业主投诉 是不是啊 服务态度不好啊 或者各种的 给业主呢找麻烦 这么一个物业 当时孙晓东啊 就准备抛弃他了 他相中的 是哈尔滨一家 叫龙享物业的 那你看这件事情啊 很快一个星期就过去 这个时候 陆宝义啊 也多次 给这个马力住打过电话 那你看马力住说行 这两天刘翰来了之后 我问问 那你看恰巧这天呢 刘翰呢 也就来了 因为马上就要开盘了 开始售卖了 当时呢 也是啊 请了马力住吃点饭 因为马力住呢 确实没少帮刘翰的忙 在这个饭桌上 当时啊 人家边马力住啊 直接就跟刘翰说了 说刘总啊 你看前段时间呢 我给孙总啊 送了这个 一个物业公司的资料 孙总 你是不是收到了 孙晓东说啊 我收到了 马儿哥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呢 你这个朋友也不太行啊 我发现了 他这个物业公司啊 有多次 被这个业主投诉的 这个记录 你看这样 如果说的 咱们要是用他了 这不太好 这个时候 这刘翰瞅瞅瞅 咋个事啊 马力住啊 直接说 说我有个朋友 主要就是干物业的 跟安达那边 干的挺好的 可能之前呢 有一些被业主 投诉的记录 他准备啊 录住这个龙城一笔 那你可以跟马力住啊 确实没少 报刘翰的忙 这个时候 刘翰说 马儿哥 你能保证 他在哈尔比好好干吗 不要给我找任何的麻烦 因为啊 我们这是高档小区 不能因为说 这个物业不好啊 影响咱们日后的销售 这边马儿哥说 刘翰 你这样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呢 回去啊 我指定跟他说 这边刘翰说那行 那你看既然你已经说了 我看你的面子 就让他录住这个公司吗 那你看当时那刘翰呢 也是非常跟马儿哥的面子 马儿哥回家之后啊 把这个事情呢 就跟这个谁说了呢 就跟那个陆宝益说了 说你明天 你带着你的兄弟 到这个哈尔滨市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刘总 咱们认识一下的 然后呢 你也当面给你保证一下的 因为你这个物业公司啊 有多次被业主投诉的记录 眼睛这边看见 人本来都不想用你 这当时陆宝益一看 说行 你看当时陆宝益 带着自己的四弟陆宝友啊 直接来到哈尔滨 与刘翰呢 就见面了 那么你看当时那刘翰呢 对他也是爱搭不理 说白了 他跟刘翰在一起 说断位呢 根本就不够 那你看这边陆宝益啊 也当着刘翰的面 表态了 说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干这个物业公司 那就这样 当时呢 就把那个龙城一品的物业公司啊 给拿到手了 那你看他确实是啊 不给马里柱长脸 那当时一看 这刚开发的小区 外边的这个沙子水泥啊 高出10%来 那你看他这么高 有人买吗 不怕 外边只要你业主 不从他这买沙子买水泥 你看从外边 卸了这沙子卸了水泥 他不让进车 25动的高层 你不让进车 那人一个个往里边扛吗 所以说那很多业主被迫 只能从他这块买高价的沙子 买高价的水泥 那你看至此啊 后来许多业主啊 当时到那个售楼处去投诉了 你这么一整 就影响啊 沿着个楼队受卖了 当时这件事情啊 就让孙小冬给知道了 孙小冬当时啊 是气狗呛 那么你跟孙小冬 该怎么解决呢 老弟啊 下集给你讲说